還有一款車 你說他的空間 他其實也足夠 你說那優好表現 優好表現也還不錯 那就是以魔術大空間聞名的 你上的TID 來 鑽傑帶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他在七月份的時候 推出了算是全球首發的車款 那他有一些基本資料 跟大家稍微來聊一下 就是他從2012年 推出到現在有9年的時間 那期間有一些就是 配備的一些變動 然後在2017年的時候 進行了小改款 沒錯 到現在為止 我想目前我們看到了 這個推出的全球首發車款 應該是小改款之後 他的變革最大的 對 一次嘛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其實也不算是小 這次不算小改款 算是新增的車型 新增的車型 冠儀剛剛幫我們介紹 其實TID一直以來都是我們 如果說要入門四輪界來講的話 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選項 因為他有大空間 對 他豪雅 省油 保修點多 這部分呢 都跟像是 Toyota的騎駕車系是有得比的 或者是Mitsubishi的Cold Plus 是的 那而且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這些前提之下 導致呢 2012年那時候剛上市的時候 其實前幾年 它幾乎都是 銷售排行榜上面 僅次於Toyota那幾台 廠勝均以外 賣最好的車 那時候一個月都可以賣到 大概1000台左右 對 那隨著時間這樣演進到現在呢 當然新鮮感可能沒有那麼多 但它本來的優勢都還是存在的 對 因為他2019年有做了一些調整 包括把六氣囊給補齊了 甚至於車身動態穩定系統也加上去 甚至有一些A-Lars的部分嘛 也是加進去的 像是一些前車的預警的系統啊 車道便宜的警示 當然它還不到A-Lars說 可以幫你修正 不是全套的 是 但是這些東西 RCTA這些東西都讓你駕駛人 可以接收更多的資訊 讓你行車更安全 那我們講到這一次 74萬5的這台 它已經到74萬5了 其實也還好 因為它本來的旗艦款 就是73萬多了 所以它加了這些1萬左右 就加上了現在這個全新的視覺的觀感 叫TIDA J 對 叫TIDA J 我們可以看到它跟一般的TIDA 過往的TIDA 有什麼很大的不同呢 我覺得最主要吸引你眼球的部分呢 應該是在它的水降護照 是 它改成我們所謂的鑽石切靴的 一個設計概念 就是凌格文 對 它讓你整個的視覺的那個立體感 而且運動化也比較 氛圍比較滿一點 對 而且我甚至覺得 有時尚的感覺 有啦 有 而且它是用那個黑色 高光澤的 鋼琴烤漆感覺的 去設計出它的水降護照 沒錯 然後連同它旁邊 連接到的頭燈呢 它也變成LED的 雨眼式的設計 這個LED的日行燈 也非常非常顯著 然後拉下來呢 你會發現其實它錢寶也依然延續了 它水降護照的這個鑽石切靴的概念 有欸 有欸 這個地方 有喔 對不對 然後像它的霧燈的這邊 它也是有點用鑽石的形狀 去把它凸顯出來 沒錯 沒錯 這樣子的設計風格呢 它逐漸的走向了車側的話呢 則是呈現在16吋的鋁圈上面 有 有看到 它16吋鋁圈是雙色的嘛 也一樣是用切靴的方式去設計 那我們就邊看呢 然後邊跟大家講 這一次呢 推出了這個全球首發的車型呢 它在J的部分 到底有哪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喔 我看到了 車內 對 沒錯 我們打開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其實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設計 因為你應該知道 我對於雙色 這種棕色調的內裝 我是覺得 會讓它的質感up 有耶 是 我覺得之前的跟現在J比的話 我覺得真的差很多 真的 雖然用料都一樣啦 說真的 可是它配色就不同啦 利用配色 而且它的選色是高明的 對 我本來以為它這樣子 因為它的原廠的一個敘述 它是告訴你說 這叫做伯根蒂紅酒色 但其實你看比較像可可 你有沒有覺得 可可色 他說紅酒色就是酒紅色 但是它偏像咖啡色 其實實際看到是偏咖啡色 是 是 然後所以這樣呈現出來呢 還好不是酒紅色 我說真的 因為我們很容易發現 有些車子配酒紅色的內裝以後 看起來會有點 對 沒有那麼的順眼 是 也沒有那麼多數的人 可以接受那樣子的對比 它很可愛 你看 它還用那個 有一點類卡蹦的感覺 也是我剛剛講的 也是有點林格文的線膠 而且它還強調 這個是低反光的內裝材質 低反光的話 第一 安全性更提升 你不用分繩 你眼角不會很多東西 很多資訊讓你覺得很煩 煙花撩亂 對 其次呢 我覺得也是讓這個車式質感 我們一打開就覺得 哇 進步不少 是 它不再是替打 它就是已經變成了屬於搜滑版的替打 對 搜滑版替打 或者時尚版的替打 然後除此之外呢 像是方向盤嘛 它是不是也用雙色 然後有很多縫線的部分 它也用對比色 去把它凸顯出來 所以這是替打J 它有的這個獨特的內飾的配置嗎 當然其他的部分的話 原來的頂規的替打 它當然都有嘛 然後這一次的新年式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它的變速箱有做優化 它的第五代XCVT能有再度提升 所以它現在燃油效率 可以再節省個3% 讓它提升到了16以上的平均油耗 是 沒錯 它本來就以省油節能聞名 沒錯 現在就更加優化了 聽說它還有一個關於就是 因為現在防疫期間嘛 它對於那空氣品質也是很在意的 也要求吧 雖然說跟疫情稍微沒有那麼關係一點 但是它有PN2.5過濾系統的空調 所以呢 會讓你的身體更健康啦 當然我們知道因為疫情 那個病毒是小於PN2.5的 是 沒錯 但是它至少可以把一些粉塵啦 一些灰塵什麼 給它隔絕在車外 好 除了前座以外呢 我覺得我們剛剛講的 它上次這麼久 那我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所謂 魔術大空間 灌儀坐坐看 好的 它其實因為沙發椅 我們都說你上很會坐 你上次坐沙發的 對 很會坐椅子嘛 所以你看它連後面 完全沒有脫工節料界 它是入門車喔 你看它的這個座椅有多厚實啊 他們叫做3D超體感紓壓座椅 的確很紓壓 其實我在坐我也覺得 很像是坐進客廳的沙發 它比我叫沙發還要舒服 在同級車來講 我說真的幾乎沒有人比它更舒服 而且你看它很貼心有做透氣孔 我覺得這一定要做透氣孔 不然台灣的夏天太悶熱了 我的腿部的空間 前面是我的駕駛座子 兩個半拳頭 超過 大概三個拳頭以上 這軸距是2700 0mm 但是呢 其實在原廠的數據來講 就已經是同級車算很大的 到現在看還是很大的 2700是中型房車 你看那個Focus 2700 對啊 而且Focus是新世代的 這是舊世代 就已經坐得到了 而且你看它是小車 它後面有通風的 對不對 這也是現在才 大家才在注重的 它當年就有了 是啊 我覺得這空間很滿意很滿意 因為如果你要大概70萬左右 買一台這麼大的車的話 對 我覺得它CP值算是高的 是啊 對不對 放眼現在的同級市場 其實也對手 也還是沒有比它贏多少 剛才正前你有講到的 TIDAJ 他說它的尾燈是不是 它有熏黑的設計 有熏黑耶 對 然後它的保桿你有沒有發現 也跟前面的那個 有點鑽石型的那個霧燈組一樣 做出一個前後呼應 沒錯 這就是它設計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繼續介紹的話 對 管宜沒錯 默契很好 我想要要求它有那個電動尾門 有一點過分 對 但是有電時發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了 而且最重要是這個空間大吧 夠大吧 很大耶 它是屬於深的 對 對不對 是 然後呢 它一樣六四分離的後座椅背 你如果把它放倒的話 它就會換到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彈性非常的好 你說如果你要買Yaris的話 它的空間真的沒有這麼大 因為我朋友是開Yaris 他就嫌棄那個後面 後面行李箱空間不夠 對 它做模特兒的 他說這怎麼那麼小啊 大包小包都要放在這裡 對 所以通常女生買車都會以這個空間大小 就是做一個比較基礎的標準 所以你真的需要一個代步工具來講的話 不管你是小小的搭鐵營 或者是個人使用 兩人使用 TIDA到現在看起來 還是非常的適合 對 這樣的需求 沒錯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推薦這台車 除了剛才行燈講的這四款車 還有正傑呢 帶給大家的TIDA J之外啊 我們再看到另外一款小車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將 Ciccola的發表聽說大改款 是 大改款有消息了 什麼時候會在台灣上市呢 關於剛剛講到這個發比 其實從時間來看的話 從2014年推出到現在已經七年了 應該要大改款了對不對 所以國外就進行了一次 第四代全新大改款的發表 我們以國外發表這第四代全新大改款的話 最大的改變就是在於他的車身尺碼 比現在放大了 我們現行的發比亞 尺寸是非常的短小金蓋 在四米左右 那放大之後呢 他已經放大到四米一 那增加了將近十公分 那你知道外觀的放大 代表的就是說 內部如果沒跟著長大的話 那就丟臉了 不過沒關係 在集團的這個支持之下 他的內部空間的確變很大 為什麼 我們光說行李箱好了 現行的發比亞行李箱 在沒有傾倒的狀況下 大概是在350公升的容積 那新型的呢 他的這個衛傾倒下面 是380公升 那這一來一往就是差很多了 就是光是行李箱的空間 那更不用說前面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從外觀來看的話 這一隻的發比亞 你可以看到從官網的這些照片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說 他好像變得更洗練了 為什麼呢 以前我們現行的發比亞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說他有一些獨特的 家族風味存在 但是這一次呢 因為尺碼放大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比例變得更加和諧 我用和諧兩個字來形容就是說 你會發現在小車裡面 很多東西如果家族風味上去的話 譬如說你要把一個旗艦車館的臉 裝在一個小孩子車上的話 其實有時候格格不入 但是因為發比亞因為長大了 你注意看他的車燈縮小了 這個水箱罩反而更立體化 在車側的時候又出現了 多摺線的效果 所以其實整個來說的話 變和諧之外 還帶來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他風阻值已經降到了0.28CD 也就是說他的不管抗照 還是節能上面會有提升 不過大家應該是最想要知道是 這一次的改變 他的引擎動力是什麼 因為買車最重要的 還是在這邊對不對 這一個部分呢 就是大家都熟悉 包括線型款 其實都一樣 其實他有1.0NA 1.0渦輪增壓 還有1.5渦輪增壓 其實跟線型的差不多 也是跟集團裡面共用 那搭配的變速箱有六速手排 七速DSG還有五速手排 這三種等級做組合 不過我覺得這都不重要 重要是他在內裝的智慧安全 做一個提升 尤其是儀表板 也變成數位儀表板了 作為一個類似入門車種來說的話 算是一個很高的突破 不過這個換個角度來說 你看以集團來說 如果我的面板 還有中間的6.9 甚至9.5吋的 這個娛樂螢幕來說的話 我集團中可以共用的話 反而可以降低我的所謂的開發成本 最重要的這一次安全提升 全部到位 包括了車車盲點 車道維持 主動跟車還配置了9具氣囊 所以可以說是在五門先輩車裡面來說的話 它應該也算是一個非常來勢洶洶的 歐洲的小型車種 但是就是說什麼時候會來台灣 目前看起來的話 應該會在最快 應該在2020年初的時候 才有機會來到台灣 2022年初喔 對 就是明年年初了 當然我們常講說 就是這個疫情的部分 接下來有可能我們要跟它共處 而且也有可能 另外一波的疫情即將來到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打算買車 然後把這個車子 變成你的防疫的交通工具 的確是一個不錯的打算 有些人可能會傾向於買先輩車 但是也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還是買房車 像冠宜有個粉絲 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說因為他以前是搭大眾運用工具 後來因為這波疫情 他深深的思考了 還要手上有一些錢 他的預算大概是50到60萬 然後想要買一台車 結果他家人周圍的朋友都推薦他買 Toyota的Vios 他就說你覺得這個選項對嗎 來窒息 我們就來幫他好好的剖析一下 如果五六十萬要買一台車 然後在未來的幾年當中 當成抗疫最佳力氣的話 Vios可以嗎 我覺得這個投資其實是OK的 怎麼說 那其實我個人跟他一樣 我也喜歡這種以入門的車型來說 我比較偏好這種三箱的房車 那其實以小房車這種入門低價的車型來說 從 Volkswagen Vento Pajor 301 福特的Ecosport這些車型 陸續退廠之後 這是你目前台灣能夠買到最便宜的一台房車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先備車 包含行單又聊到 大家想到的經濟實惠先備車 第一個一定想到Toyota的Yaris 那我們剛剛講的喜歡成熟穩重一點點的感覺 的化房車 真的就是Vios的 那這個車系其實在台灣也賣了非常久 所以他的口碑 妥善率 保質性 其實都是絕對沒有問題 是的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呢 我們知道新世代的車 有一項東西 如果能夠再補齊了 在這個CP值高之餘再補齊 就非常的棒 AIDES嗎 對 沒有到那麼的完善 但是因為畢竟他的門檻很低 不過新的Yaris包含是Vios 他在這個年式的改款之後 之前也有幫大家介紹 補足了一些配備 例如我們知道最入門的雅緻型 我其實沒有很推薦這個等級 因為他只有兩具輔助氣囊 但是現在加一萬多塊 雅緻Plus就有七具氣囊 所以基本上 才加一萬多 對 全車的防護 我覺得基本上已經構築第一線 沒有什麼問題的部分 被動安全已經夠了 沒錯 那其中呢 中間有一個款式是經典啦 那我個人比較推薦 這一台頂規的豪華車型 雖然他相比入門 貴了大概十萬塊 六十五萬 不過以你攤開這個市場的門檻來說 其實還是不會貴 上合力的 對 包含他的配備其實很豐富 LED的尾燈啦 甚至還有KITES的系統啦 連剛剛TITA這些看到的雙色內裝 他也有在車內 現在是入門小車都流行 雙色內裝 沒有 我覺得這個搭配 看起來在成熟穩重之餘 又有一點活潑 是 對 感覺比較有這種 不會黑壓壓一片 對 比較有質感一點點 最重要的是必須要說到 就是他連一些主動的防護 PCS預警的防護 然後車道偏離的警示 也都在上面補齊 雖然沒有到ACC啦 或是什麼盲點偵測 這些比較更高節一點的配備 不過我想這個價格 大家攤開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你開車通勤上路啦 其實人人數比較多 車比較多一點點 那或者是像有一些怪儀的朋友 剛剛講到的 可能你平常沒有那麼長時間在開車 對 你現在要去熟悉道路上的一些狀況的話 有一些高科技的安全輔助器 反而是你的一個障礙對不對 對 但是相對於先輩車 他又不會像一般的防針那麼長 大概就四米四而已 然後你有三箱的空間 多了一截的屁股 其實他的運載量是大非常非常多的 對 那小車的省油一公升 可以跑十七公里 好癢 然後穗精沒有什麼負擔 一點五升的引擎 我相信不論就是撇開 特爾塔這個品牌的優勢之外 這台車的產品率其實是相當符合 疫情情況下的代步需求